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有没有人仔细听故事啊 以前的故事里边跟大家讲过 十二生肖 十二地词当中哪个字代表农丽三月啊 估计大部分是记不起来的 能记得起来的都是有信任 故事啊 一定要仔细听 用心听哦 虽是故事啊 又不是故事 有很多知识点哦 一年的开始是立春 农历三月的真正开始是哪天呢 是清明节 当然我们很多节日记不清楚 这期记不清楚啊 和几个宝和几个 中月初一啊 二月初一啊 三月初一啊 从初一开始也没有问题 这就是咱们一个习俗 春天大家看北方 万物增容 木气呢 越来越盛 木越来越盛 木要干嘛呀 要生火 所以说呢 天气就会越来越暖和 越来越盛 大家还记得吗 增月是木 十二地字里边代表银木 银湖卯兔的银 二月是茅木 三月是尘土 大家 一月是茅啊 一月是银 二月是茅 三月直接到尘了 尘 它有五行又是说土的 和木气好像没什么直接联系 但是银某尘这三个地资合起来 它叫汇起来 三汇聚 就是什么呀 就是汇墓 整体整个春天 它五行就是木 谁说木啊 但是毕竟这个地资尘 尘龙四色的尘啊 怕大家听不懂 也背上这个生肖歌 你就能理解了 这个尘 第一个事情呢 你就知道 它五行是土 但是它又代表什么呢 代表的是水库 除水的地方 它是什么土呢 是湿土 你看 这个土和水挨着 那个土能够湿嘛 对吧 它又代表湿土 大家看看农历三月的天气 什么样子呀 忽冷 忽冷 变化无常 这个以北方为主 热 是因为春天 木气越来越盛 由正月开始 二月三月 木气越来越盛 就到了四月 就要立下了 从立下开始 天气一天 比天热 与木要生活 但是农历这个三月份呢 它又是个特例 虽然它有银 锚 三会 木局 但是它本身的属性是土 而且呢 还是师土 师土 对火来说是什么概念啊 容易灭火 同时它又是水库 这个水呢 对这个天气的调节 也是一定作用 于是乎呢 一般农历三月的天气 就变化无常 今天可能你穿了个半袖 明天你就可能再穿毛衣 因为火和水的组合 搭配不同的天文气象 或者日干支 就可能出现不同的天气 当然这个也受到这个地域的影响 比如有的地方 人家一年四季如春 赤道等等 人家这个地方呢 就会好一点 这个咱最主要的还是值得这个北方 在这样的天气当中 身体薄弱的老中也难以幸眠 不是略感风寒 而是有了风热 所以说大家听起来 嗓子呢 可能与之前略有不同 既然说农历三月 这开始是清明节 那清明节 诶 有什么样的忌讳呢 这个故事严格来说 应该清明节 怎么多到了今天呢 清明节放假期间 我们天眼见证团队 专门 请菩萨带领 去拽用一些阴气重的地方 同时呢 请教菩萨一些问题 我记得呢 我们呢 这个李锦小师兄 就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历史书上的清明节 和韩世节是真实的吗 传说韩世节的来源 是晋文公为了纪念 曾经对他有割肉之恩的 戒指推 把戒指推被烧死的棉山 那一天呢 定为韩世节 接着呢 又把韩世节的后一天 定位为清明节 这个说法对吗 这是问题 棉山在哪里呢 就是三西的戒修 处三西境内 风静优美 而且呢 因为戒指推的这个典故呢 被更多的人熟知 这是后话 咱们关键时问呢 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呢 菩萨是这样答的 基本上是真实 那基本上真实 那是可能 还有其他不完整 需要补充的地方 对不对啊 菩萨接着大约 韩世节呢 确实是这样来的 记载完全没问题 只是清明节 就不同了 清明节的来历啊 主要的原因是 源于静文宫的一个梦 什么梦呢 不能告知大家 大家知道 这是因为一个梦境 此梦与咱们平时梦那些乱七八糟的 不同 肯定是上天有所垂世的 这个暂且不表 我们就说这个节日 对我们现代人 现代人来说 有没有意义啊 有什么样的意义 菩萨告知 韩世节没有太大的意义 算是缅怀仙人吧 清明节是为了祭祀祖先 表达后人的孝亲与哀思 清明节的意义呢 要远远大于韩世 那我们这个后人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啊 会贡奉一些鲜花 水果 有时候呢 会烧一些紫钱元宝啊 或者蜡烛啊 对紫钱这个意义大不大的 我也想知道这个到底意义大不大 菩萨答 意义很大 但是突然间呢 又给加了一个限制限定分 但是后人呢 必须有恭敬心 必须诚心 好了 也就是说 你只有诚心 来做这件事情 以恭敬心 孝心 感恩来供奉 你的祖先 就能收到 收到的是鲜花 水果 紫钱吗 未必 而是你的真诚心 孝心 的感召 有很大的功德 祖先们无论 转头在哪道 甚至在极乐世界 都能收到你这个功德 功德不论你在哪道 都能获取 当然啊 当然啊 也有 这个 在一些六道之内的 比如说 鬼道的 直接收到供奉的祖先 数目非常之少 非常非常之少 如果你有真诚心 收到功德的可能性 非常之大 如果你不够诚心 比如说 敷衍了事 这样祖先呢 就收不到这些供奉 因为你没有功德 这些供奉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老崇简单跟你分享一下 清明的大家是不是会烧紫啊 有的时候呢 会烧紫元宝 对不对 那祖先能收到吗 大部分收不到 这些元宝和祖先哪儿收到呢 被恶鬼哄抢一空 哪能忍到你祖先去抢啊 抢完以后怎么办呢 抢到元宝或者祖先的恶鬼啊 他们如果没有三归一 谁知呢 他事上的元宝就会瞬间 瞬间被其他恶鬼再抢走 大家想一想 不恶鬼到的因 最重要的是哪一条啊 对了 贪心 多恶鬼 这是重点 所以说大家都在拼命的争 拼命的强 能够拿去花的 大部分还是其中 力量最强大的 或者是皈依的 否则的话 很难花掉 所以抢的概率很大 要不你抢到以后 你丢得快点 藏得隐蔽点 或许也有点可能 你以为贪心 什么都想要好的 要很多很多 所以叫恶鬼到的众生呢 福报很强 春前追求很多 高大上 实际上的结果呢 到了恶鬼 恶鬼到怎么样了 不是吃点饭 你拿一个佳肴 刮骨给他 他都没有福报之上 他们只能吃些什么呢 残根冷制 或者是那个饭已经收了 酸了 这些瓜果呢 已经烂了 他们才可以吃啊 这就是他们的福报 有时候啊 我们拿供养菩萨 或者是供养师长 这些好东西 来捕食恶鬼道 我们很恭敬 很虔诚 但是这些恶鬼道的众生呢 吃不到 当你出口弹 啊 醒个鼻涕 倒点剩饭 此刻呢 里面 里面嗡麻泥 北梅红西 有些恶鬼道的同生呢 就能吃到啊 好的不行 不是咱不想给他好的 是好的他压根吃不到 那请教 清明界上坟 咱们忍心拿很不好的东西供奉祖先吗 肯定不会 所以说如果你的祖先哪个鬼道 对不起 吃不到 但是我们依然要有好东西来供奉祖先 对不对啊 哪怕呢 等他自己收了 其他的恶鬼吃了 有功德 再叫功德 违向给祖先 大家就说了 那清明界烧这些东西 供奉这些东西 祖先压根很难收到 我们不去了吧 哪能不去呢 虽然是一个形式 但是它是一个传统 它传承的是一种孝道 传承的是对先祖的一种感恩 这个需要通过这种形式往下延续 同时呢 你这些供奉啊 元宝啊 子前啊 等等之类 祖先收不到 还有其他的众神恶鬼道 可以收到的呀 故事有没有功德呀 有啊 因为去孝经祖先 才会去烧这些东西 才会去供奉这些东西 这个起意识是干嘛呀 因是我们要去拜祭祖先 这个祖先 这个祖先有没有功德呀 有啦 因为我们要去拜祭祖先 这些恶鬼道的众生 才收到了你的一些祭品 他们的生活才能短期之内 以改善 你有功德 虽说不能中断 还要及时 有个地方啊 用这个放鞭炮的方式来记住这种如法吗 大家说如法不如法呀 这个鞭炮啊 大家都知道 可以把这些灵性啊 打得伤痕累累的 如果恰巧你的祖先那天 刚好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被你的真诚心赶上来了 你一个大鞭炮过去空 对于这些灵性呢 就是个雷管似的 把祖先扎得缺胳膊短头的 你笑吗 不笑 大不笑 那你记什么住啊 更好看我们现在这个炮 这个封瓶呢 都是洗净的炮 外边都是红色的 大家见过白色的瓶没有啊 我估计见过的很少 但是的确有 叫做I炮 I鸣的I嘛 为I的I 后边加一个炮 这种炮呢 威力不大 就是一个响动 您放这种炮之前呢 要让周围的恶鬼啊 躲开 提前 然后呢 通过放I炮的形式呢 请祖先 如果祖先再特地的到 还是有可能把祖先请到的 这也是一个提示 但是 关键的关键啊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常识 可不是让大家都去找I炮 在哪有卖 淘宝 还是京东 不是的 分享一个常识给大家 不至于呢 再遇到这种状况呢 手描脚乱 圣灵节 咱们佛底子应该怎么做呀 除了上分祭祀之外 祭祀的时候你可以放点鲜花 对不对 表达I思 拿尾经书 念几步经 当天呢 放点生 这个功德回向给祖先 是不是也很殊胜啊 很殊胜 但是虽然我们学佛 能不能排斥其他的中门呢 不能 一定要用心 用心很重要 无论你拜祭祖先的时候 用的是真花 还是假花 都不重要 只要你用心 就好 听故事的同学里边 可能有一些是 海外侨胞 实在没有办法记住 怎么办呢 可以网络记住 或者呢 对着咱们这个出生的方向来记住 只要你恭敬 只要你用心 你的功德 你的功德力 都可以到达 这个很重要啊 功德没有时空限制 但是说我们能回家的 就要尽量回家转转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记住 联络一下亲人 朋友的感情 不是也挺好吗 有很多人呢 非常惧怕 去坟地 担心呢 遭赶来鬼魂 那这个鬼魂 会无缘无故的丧失吗 给祖先祭祀的时候 会对人体有影响吗 菩萨就告知了 人呢 不会无缘无故的 遭若伤鬼魂的 如果是自己本身的能量不够 这正能量不够 身体比较虚的话 鬼魂会趁虚而入 但鬼魂呢 会绝对不会 是无缘无故的与你 其中肯定有渊源 也就是说 有因果关系 大家又会问啊 那清明节和七月十五 这个鬼节有什么区别 菩萨如此对约 清明节 卓中于祭祖 鬼节呢 是鬼魂的节日 如果两个相比啊 鬼节的鬼魂 比清明节要多很多 这个大家能听到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哟 时间过得真快啊 其实老宋今天 还有好多想与大家分享 但是时间 看来已经四五十分钟了 分享就到去结束吧 不能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 因为大家都要工作 要生活 不能将小故事讲成 长篇评书 这样子就失去了 讲小故事的意义了 大家就白听了 对不对啊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感恩感谢 如果老宋讲故事呢 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还是那句话 请多多转发 法福师 功德无量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中年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 极乐国 也将此 将小故事的功德 回上给诸位善知识 回上给所有听小故事 转发小故事 随喜小故事的 师兄 朋友 这一切终生 愿大家家庭幸福 人人呢 开心 早日 正悟称佛 人人 回归 极乐 佛国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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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